佛教哲学是佛教传统中的古印度哲学体系 这包括在佛陀最终涅槃之后 古印度佛教各个流派之间发展起来的所有哲学研究和探究体系 C 它由随之而来的进一步发展组成 它结合了佛教哲学推理和冥想实践 佛教提出了许多通往解脱的佛教道路 佛教哲学是佛教传统中的古印度哲学体系 这包括在佛陀最终涅槃之后 古印度佛教各个流派之间发展起来的所有哲学研究和探究体系 C 它由随之而来的进一步发展组成 它结合了佛教哲学推理和冥想实践 佛教提出了许多通往解脱的佛教道路 佛教哲学在几个关键方面不同于其他印度哲学体系 首先 佛教哲学植根于释迦牟尼佛的教义 而印度教和奇纳教等其他印度哲学体系 则植根于费陀经和奥义书 其次佛教哲学强调冥想和正念对于获得开悟的重要性 而其他印度哲学体系则更强调仪式和经文 佛教哲学中的一些主要争论包括 一 元其法与业力 元其法是佛教教义 认为一切现象的产生都依赖其他因缘 另一方面 业力是佛教教义 即所有行为都会产生后果 这两种教义常被认为是矛盾的 有些佛教流派强调缘起 而有些则强调业力 二 空性与性 空性是佛教的教义 一切现象都是空的 没有固有的存在 佛教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跨文化的发展 以多种方式发展 首先 它是随着佛教从古印度传播到斯里兰卡 并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而演变的 随着佛教的传播 佛教思想家探索了各种主题 包括宇宙论 伦理学 知识论 逻辑学 形上学 本体论 现象学 心灵哲学和哲学 其次 佛教哲学随着不同佛教流派的出现而演变